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人 一般上会遇到三种情况 可能还有很多种 但是一般上三种 也跟着今天的讲题我要讲 第一种情况就是 一讲到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没有人要听福音啊 牧师我天天上班了 上学大家都忙着 有自己的理想要奋斗 人生里面要赚取什么 没有人要听 所以有一个灰心就来了 教会学这么多 但是没有办法讲 我先跟各位说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你先跟自己说 这是欺骗的 这是假的 因为人没有上帝一定有问题 阿们 虽然人没有讲 虽然人忙着 这个社会很多 你看人都有自己的奋斗理想 但是不代表他们没有哭出 不代表他们没有空虚 他们里面有空缺的地方 一定有的 他们的家庭生活有挣扎的地方 他们在这一切 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 他们是一直受到有一些冲击 只是他们没有答案 没有人唤醒他们 所以各位一定要祷告 能够想能够思想他们的生命 不要当然以他们的话 他们的表情 或直接的话来信 接触人 聆听人 认识人 直到你能够讲出 能够动人的心弦的话语 各位福音就是这样 生灵就是能力 生灵就是感动的灵 对不对 所以透过你做工的时候 接触不要一下子就灰心了 没有 这个是跟自己说绝对有 在我的家庭已经有 在我上的学校去的公司里面 有这个地方 所以要寻找 要接触 然后要test 对不对 要传 有这个当中 就会向各位显明 我们是 得识不得识传福音的人 当你愿接触到人的生命 你能够体感到人的生命 很奇妙的 你会发现 空苦流离的人是到处都有 主耶稣走遍各城各项 哪里都有空苦流离的人 对不对 你们知道我跟师母 我们在家 没有上班 我们是在家 不是有上班 然后就在教会上班 那我们没有公司 现场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孩子 去的学校就是我们现场 孩子最近跟一个朋友 走得很近 成为好朋友 甚至考试期间 也跟他在学校 就是在一起 也谈话谈话这样 才回来 两个人个性很合 那回来就讲的时候 跟我讲这个朋友怎样 过不久 爸爸 我的朋友说 他的妈妈想跟他的爸爸离婚 然后九岁的孩子就跟我讲这个 为什么 马上就问 然后什么什么事 然后你有没有跟他传福音 不知道怎么传 然后就 马上我们就接触了 就问一下 然后跟他说 你跟你朋友讲什么 你关注先放在你的朋友 他父母是你不能解决 放在 然后你怎么讲 然后叫他怎么讲之后 另一天又回来 又跟我们讲 又告诉他怎么讲 然后再多几天就福音单张给他 拿给你朋友 就这样子 各位其实呢 这个就是门徒培训了 各位了解吗 这就是跟从耶稣的门徒培训 在你传福音 这个传福音的当中呢 圣灵很活泼的带领 但是需要有确认的 其实有现场的 哪里没有 各位 我们跟孩子们在一起 绝对不是他 PSLE了 O level了 A level了 读完大学 然后教你怎么传福音 哪有这样的传福音 各位 现在他活在罪人当中 活的现场里面 已经有苦苦流离的人 大人有大人的话 小孩子有小孩子的话 要怎么训练他们 叫他们 接着他们懂的福音 不是留在头脑里面 他们接触到人的时候 能够跟人交通交感 能够体感到人 心灵里面的挣扎 问题里面 然后怎么回应这个东西 这是很重要的 第一 我盼望所有的父母 思想这个东西 那么传福音里面 我在讲 有一个情况是 感觉没有要听福音的人 那个是欺骗 绝对有 你要发现 第二呢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各位在传福音当中 有些人 无形中进入一种 一种机械性的热心 very mechanical fervor 就是以结果为中心 以结果为导向 我今天带领多少人信主 我带领多少人决志 大家去教会 然后呢 要参加私奉 机械性 很多教会里面都是 私奉 私奉 传福音 传福音 但是有点机械了 带领人决志 以前我参加campus crusade 其实campus crusade 是很好 但是每一次的 你们今天出去外面 跟几个人传了福音 三个 很好 你是有传福音的恩赐 但是呢 各位问 真的传了福音吗 在过后再问那个人 你刚才决志祷告 做什么不懂 什么事情都不懂 所以现在教会里面 有一个问题 就机械性起来 只有那个 outcome oriented 但是呢 有没有碰到那个人的生命 其实我们传福音 最急需的国效 是教那个人重生 遇见神 对不对 他遇见神的时候 有一个new birth 一个新生 在他的生命活着 他遇见了神 他认识了这个爱他的神 他之后呢 他能够确认得到 甚至你不在他的身边的时候 这个神怎么爱他 与他同在 这个是要发生在他的生命的 这个不是单单你决志祷告 甚至也不是你受洗来教会 有些人受洗了没有重生 也有这样 所以这个传福音的整个的工作 如果一个人已经调入这种 好像比较机械性的东西 那他的传福音牧养里面 是好像 好像都有一个死板的目的 死板我们接触人 我们传福音 我们一个的目的是 他跟神有没有关系 他跟神有没有关系 他能够确认得到神爱他嘛 他在苦难当中反而 他的信心是借着神的保守 跟精炼起来 这个是从他跟神的 那个relationship 建立起来开始的 所以 包括福音传喜信的人 能够传出教人 能够教人听了信了 重生的人 这样的人的脚重是何等加美 各位 非常重要 教会里面要检讨这些事情 我们的生命也是要检讨 这些事情 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要问我们的孩子 在教会长大 他有没有重生 所以我的CTM message 第一开始就是 他们有没有重生 如果他们没有重生 我告诉你 中医之后 他们没有看见 要来教会干什么 然后就是JC1之后 然后在就是进兵之后 有这么多工作之后 这么多试探 人生有这么多东西要做 为什么这个时间 要给教会 为什么要早起来干什么 就是做一个行事的东西 各位没有遇见神 这个神对他来讲是陌生的 各位这个是在末后的时代 越来越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对我们孩子们的重生 越来越迫切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情况 真实的 还有第三种情况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今天也特别要说的就是 可能有些人传福音 靠着圣灵传 很多的人信 但是只有自己爱的人 家人不信 只有自己爱的亲族 没有蒙恩 各位有没有这样 我们当中有一些是这样 有 对不对 师母的家人还在为他祷告 我们传道的母亲 还在为他祷告 三个女儿都为他祷告 还没有信 各位 有时候呢 很奇妙啊 一个传福音者 上帝真的试验他 你真正的那个血缘关系是什么 What is the blood ties the new blood ties 各位了解我现在要讲 那个真正的血缘关系是什么 各位 我们有时候传 像保罗一样 我就传福音 我的亲族全部就是不信 抵挡这个福音 让他们灭亡 我为他们极其忧伤 保罗就这样讲 可是为什么我传很多人信 很多人信 我跟各位说 上帝绝对会试验你 你是真的爱生命 你是真的爱 那个上帝所爱的人吗 不是你的亲人 你对你的亲人好 愿你他们蒙恩 这个是还有亲情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非亲非故的人 但是因为你看到上帝爱他们 你传了福音之后 他们的心被感动 他们要快跑跟随主的 你要恩待他们 他们在你的旁边 虽然你所爱的人不信 但是有很多 很多愿意信的 蒙恩的 愿意要跟从主的 你要顺服神 放下这一切 神有祂的主权 神自己带领人 神有祂的主权 神在祂的时间表里面做工 有很多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们继续做 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到最后各位看 万事互相效应 我曾经跟各位说 George Muller 他是孤儿之父 他一生跟 几千万个人传过 带领他们信主 但是他人生生平有五个朋友 一直为他们祷告 三个人在他生前已经信了 一个在他丧礼的时候信 他没有看到 对在天家看到 还有一个在他丧礼过后不久之后信 很奇妙 就是那个传福音者 他没有看到 那个Monica为St. Augustine祷告 对不对 他的母亲没有看到 但是他离开世界之后 他信了也成为一代的神学家 所以很奇妙是 我们传福音 我们要祝福人 我们的家族不能蒙 我们所爱的人不能蒙 各位还有更多要听福音的人 你要到他们当中去 你绝需要为他们祷告 神有更大的计划 各位看那个更大的计划走去 神试验一个传福音者 看他忠心 看他顺服不顺服 这是非常重要的话 所以我们教会 单单一个教会 一百多个人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是什么关系 各位一定要问 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 走这条天国的道路 我们虽然这边有家庭 那边有家庭 我们教会都是一个家庭组成的 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爱谁 我们的心对彼此的爱 是怎么产生的 这是各位绝对思想 这个传福音者 优优独播剧场